歡迎收看今天明天下 美國總統大選 在這次川普是勝選 而且共和黨也一舉 拿下了參眾兩院 現在川普二點零 可以說是完全執政 當然不確定的因素消除之後 也帶動了在昨天美股的表現 三大指數是創下歷史新高 在昨天美元的部分 也出現了暴漲的一個情況 整個多頭行情還會持續在延燒嗎 而在這一次 大家也認為說賀錦麗之所以會敗選 最主要是來自於在美國過去幾年 大家認為拜登執政時期的通膨因素 所導致很多人也認為說 似乎是川普執政的時候 整個經濟狀況是比較理想的 不過在這一次 壓對保的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 那麼在昨天 也因為特斯拉股價的一個大漲 現在身價是大漲了兩百億美元 整個科技巨頭 現在挺川普的人似乎也是越來越多 另外在這一次 這個川普才剛剛勝選 馬上就傳出說 德州的州長要來到台灣 而且是希望台積電可以過去設廠 而在整個晶片法案的部分 會不會因為川普的勝選之後 入主白宮而出現一些變速 現在也傳說 拜登有可能會不會在下台之前 先把這個補助款先給台積電 而在美選之後 大家也很關注的是 在聯準會這個禮拜的利率決策會議 那目前市場有說 應該還是降息一馬不變的 不過在之後整個降息循環 還會再持續下去嗎 而這個長天期的美債ETF 目前來看 呈現下跌的一個走勢 在之後會有轉機嗎 我們在今天節目現場 會邀請到資深海外特派公邦華 大家好 財因專家游廷好 晚安 資深分析師林玉凱 大家好 投資專家超馬芭樂 大家好 好 我們先請到廷號 在這一次沒選的結果呢 在選前大家說 感覺選情很膠著 不過真的在開票的時候呢 川普呢就是一路的領先 而且不只如此 這個共和黨呢 還拿下了參眾兩院 跟大家原本預期的完全不同 這已經不只是 我們講的完全執政 是超級完成執政 因為不只是在選舉人票層面 是大贏了賀錦麗 同時間我們也看到 在普選票 甚至也是大贏賀錦麗的 那最終在參眾議院 以及各大州長 幾乎完全幾乎是紅州以後 我們幾乎可以確認 在未來四年 所有白宮的政策的行政命令 相關的執行 應該會來得更為快速 那事實上我們觀察到 就目前根據二零一六年 當時也是川普對上希拉瑞 勝選之後的資產行情 幾乎跟現在走勢是一模一樣的 當時在一六年 在郵電門事件之前 美國股市是相對震盪的 可是一選完 不確定性消失以後 美股就開始走入了慶祝行情 那一六年大選前後 當時在選舉之前 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也是上下震盪 可是一選完之後 馬上就大幅翻身 為什麼 因為當時川普也說 要做關稅戰 所以引起了市場 對於通膨的預期 可是我們看一下 這一次在選舉結果 來進行回顧當中 你會發現 在重要的選民結構 都開始超乎了市場的意外 第一個 在六十五歲以上的投票 人口的占比 川普一直都是領先的 可是這一波民主黨 下滑力度更快了 在六十五歲以上的支持度 甚至連三成八都不到 再來是在 我們講的郊區投資人口 有一種鄉村包圍城市的感覺 過往來看 通常共和黨 有自己城市支持的方向 民主黨通常在藍州的部分 城市支持率也特別高 可是現在在全美各地 即便是藍州的重大票倉 目前在鄉村地區的票數 甚至都比城市票數 還來得到 或者說比例來得高 這就說明著 現在可能對民主黨來說 也僅僅就只有 我們過去所看到 在城市當中的 選舉輪票的領先 所以我們這一次 如果回過頭來看 有時候大家會覺得 好像是川普跟賀錦麗的對決 但是回過頭來看 就是過去四年 對於民主黨政府的評價 如果我們從票數來做觀察 就會發現這樣的跡象 當時在2020年的時候 民主黨的總票數 大概是接近有八千萬票 那共和黨的部分是七千五百萬票 所以上一次川普選輸了 可是這一次很有趣 川普的票並沒有比 2020年還要來得多 大概從七千五百萬 下滑到了七千萬 這說明他的票數是變少的 但重點在什麼 重點在民主黨的投票人數 正在大幅下滑 從七千萬一次下滑到六千五百萬左右 少了一千五百萬票 所以這幾乎足以說明著 引領川普當選的 可能並不是川普本身 是市場投給民主黨的人 突然減少非常多 所以川普跟上一次比的話 他的票也下滑 只是民主黨掉更多 對 所以這次我們看到 很多主流媒體所釋放的民調 其實根本想像中 還是有一大差距 之前都是認為 可能在西阿蕊 整體民調層面是大幅領先的 到現在 即便不分宣示 但是選舉人票公布出來 哪有不分宣示 這種感覺好像兩三個月以前 就已經大勢底定了 因為補選票其實拉得很開 我們從PO中心的調查來做顯示 市場上 美國人對於大眾媒體的信任程度 從原本在1970年代的七成 現在下滑到三成一 事實上 大家對於主流媒體也是興趣缺缺 所以反而更願意在選票上 展現自己的意志 那最終它所造成的結果是什麼呢 就是市場上 從國際政經面來看 最直接受到影響的 肯定就是整個歐洲市場 為什麼 歐洲市場它一方面 要阻止資金的外逃 一方面要想辦法在烏俄戰士的 軍事援助上能夠補上缺口 很快的在明年1月20號以前 川普應該就會逐步的 釋放即將收回軍援 這樣的一個言論 所以歐洲市場要短期內 找到大量的軍火來進行供應 如果要支援這場戰事的話 那就代表著全球的軍工股 肯定會受賄 第二件事情是如果我們具體觀察 藍色線是美國對於海外的FDI 直接投入 而橘色線是其他國家到美國的設廠 你有沒有發現 這幾年美國已經不到海外設廠了 可是這幾年從川普所開啟的貿易戰以來 我們卻發現 這個海外市場投資美國的金額不斷的提高 這足以彰顯的你會發現 過去美國的經濟成長率 雖然也差不多就2%左右 可是為什麼那些經濟成長率 4% 5% 6%的市場 股市都沒漲 反而都是美國股市特別在漲 原因就在於 這個美國從18年以後 採取了相關 不管是晶片補助法案 或者製造業的回流 導致針對美國的投資會增加 那市場也預期 你看美國股市昨天到雄指數 漲了1500點 他反映的是什麼 預估製造業會進行大量的回流 大量的回流 資金只有一套 就必定有人的市場資金會流出 我們看到之前針對美國的FDI 投入資金最高的是哪裡呢 就是歐洲地區 所以歐洲地區現在很緊張 在上一次川普時期 16年到20年 標普百指數漲了6成9 可是歐洲Stock600指數 漲幅只有一成8 足以彰顯到現在市場上 雖然台海的議題 也讓大家非常的關注 可是就短期而言 可能對於歐元區 對於歐盟來看 可能對於這一次川普的勝選 反而是會加以欲應應的 所以對歐洲的影響 可能是會更大 不過在昨天可能 沒選之後 這個不確定因素消除了 美股四大指數 在昨天有三大指數 都是創下歷史新高的 而且包括在這一次 壓對保的特斯拉股價 在昨天也漲了將近15% 馬斯克的身價一夕之間又暴漲 我們要請教廷豪 那這一波這樣的一個多頭態勢 你覺得還會再延續嗎 這個川普從今年年初 我就不斷跟大家提到 今年最大的風險就是抱不住 但是由於跟拜登的選情 仍然在焦灼當中 所以他不能明說 可是我們都很清楚 為什麼我們講說 在選舉之後 本來就會有慣性式的股市慶祝行情 因為我們按照過往的經驗 本來在選舉日之前 市場就是充滿著不確定性的 加上這一次主流媒體所釋出的民調 你還真的沒辦法說是在前一個月 到底誰勝選機率比較高 所以造成的就是VIC指數 在短期內有急速攀升的機率 所以你看到這一次很明顯 昨天雖然道指 納指 以及標普在創下歷史新高 可是昨天VIC指數 市場的恐慌指數 跌了兩成 瞬間不避險了 那不避險是因為川普勝選要慶祝嗎 不是 是因為不確定性消失了 我知道誰當選了 我已經知道未來四年的方向 尤其這一次又是完全執政 絕對執政 那就幾乎代表著他想做什麼 就會做什麼 川普說了算 對不對 你也不會有 你看以前我們不是每隔幾個月 大家就要討論那個債務上限的問題 對不對 那現在需要討論嘛 不需要啊 陳總英遠都是共和黨的人 所以我們看到VIC指數 就會在未來幾個月 會有慣性的下行 那第二件事情是針對標普派指數 既然避險情緒正在退却 就代表著風險資產情緒 在未來幾個月就有持續走高的態勢 所以現在這個時機點 我反而就不建議大家說 一定要立即進入到股票市場了 為什麼 因為它現在最恐懼的時間點 可能短期內已經過了 你可能要等待有一個新的怪力回調 那反而要怎麼樣 要等川普釋放一些恐慌性的言論 你要讓股價跌下來 你才有低些的機會嘛 要不然現在市場上 可能會走一波獲利的上行通道 那第二個觀察的重點 是來自於川普的政策 川普的政策這一波 對外是高關稅 但是對內是大減稅 那最受惠的是誰呢 最受惠的就是中小型企業 為什麼 對外有關稅啊 人家海外企業 中國企業不會來跟我競爭了 終於 對內降稅率 我曉得稅又變少 羅素2000 在昨天幾大指數當中 是少數能夠一天漲5%的指數 中小型股目前是非常活潑的 那第二件事情 是昨天的金融股 道雄指數也漲非常多 為什麼呢 因為即將放鬆大量的金融監管 而這種金融監管 其中一部分就是針對比特幣的監管 土丁比特幣已經跳上7.6萬美元了 這是第二個觀察重點 那第三個呢 是昨天特斯拉股價 也是禁揚了十幾% 很多人會擔心 那個川普要針對中國市場 課增六成的關稅 特斯拉有個上海的超級工廠嗎 那特斯拉會不會被影響 事實上是不會的 為什麼呢 關稅有一個前提 關外的要課 關內的不用課 那在特斯拉生產的 中國的特斯拉賣給誰呢 賣給中國市場 所以基本他沒有進口到美國就不會課 所以這是特斯拉 只要沒有進到美國 他就不會被課稅 那再來就是亞馬遜的創辦人貝佐斯 因為他現在持有華盛頓郵報 那這一次呢 他也確保了 這個郵報呢 沒有進行顯著的 在選前的時候 不敢去押包賀金了 對對對 過去通常會有比較明顯的政治主張 對 這一次亞馬遜股價 昨天創下歷史新高價了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從風險資產的角度而言 至少就華爾街來說 你說高關稅它是一個風險 降低稅率它是一個利多 那華爾街反映更多的是什麼呢 看起來反映的更多是 降稅之後所帶來的財富增長 當時在17年 川普上任之後的一年 馬上就實施了降稅法案 直接把所得稅率大幅下調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在參眾議院 都是絕對執政的情況底下 那也許他可以釋出 對於華爾街更有利的政策 但是呢 也就意味著 如果全球資產即將大量流回到美國本土當中 那肯定有些市場就會流出 所以海外市場反而相對心境膽戰 好 剛剛停號 但我們看到是在整個川普呢 在這一次勝選之後 而且呢 共和黨也拿下了參眾兩院呢 可以說是川普接下來 完全執政的情況之下 整個金融市場的一個轉變 不過我們說到在這一次大選呢 很關鍵的 川普可以勝選的一個 就是他拿下了賓州 我們說到賓州 所以我們要請教邦華姐其實在這次有一個亮點 就是呢 賓州他有一個這個基督教派是阿姆斯人 他們平常其實是比較沒有在參與這些政治的 但是呢 在這一次他們竟然出現了大量的馬車 大家一起去投票到底是什麼原因 因為他們的生活的方式 注重傳統 他們有一條非常原始的生活方式 衛生的牛奶 那後來發現說對不健康啊 所以呢 政府就開始介入 他們就很生氣 就是這一次丟出來你知道賓州那時候大家說很緊對不對 對 結果川普贏了多少 十三萬以上 我們現在發現喔 原來為什麼贏得這麼輕鬆 跟這一批人有關 阿姆斯人 其實我過去也曾經就是在美國念書社有去過這個地方 他們其實是還蠻特別 他們就是沒有用電 而且也不開車 他們都是開馬車這樣子 而且打扮都是十八世紀的這個穿著 是 所以呢 賓州他贏得輕鬆 原來是跟這個這群部隊 完全沒有預想到的 對 選舉的一個亮點 對 然後呢 現在也看到很多人就開始說 阿呦 川普又要再執政四年了 我是不是應該要搬離美國 所以很多人就開始搜尋 是不是要搬到加拿大去 然後這些人我必須說能夠移民的都還是屬於比較有錢的嘛 對不對 所以這一次我們其實看這個選舉結果有兩個重點 就是基層對抗精英 然後呢 傳統的價值對抗進步的價值 對 那民主黨一直強調 他們是其實民主黨現在變精英 我們大家都知道 都是有教育受教育的投給他們 然後不斷的強調進步價值 我覺得民進民主黨這一次 一定要重新思考他們走的方向 因為他們跟人民的距離是越來越遠了 人民最重視的什麼 就是自己的生活 對不對 我生活要好 你再來跟我講價值 但是我現在連生活都吃不飽的狀況 你一直給我強調這些東西 他們是沒有辦法感動人 所以為什麼川普主義可以持續下去 他打的兩個主題 一個就是經濟 一個就是移民 然後這兩個之間又有互動 對不對 譬如說 我不是說我今年去紐約嗎 一個貝果 然後加上那個煙燻的鮭魚十八塊 對不對 十八塊 十八塊面積好貴 對 那以前我剛去的時候 在二十年前大概就七八塊 就長了兩倍多 可是你覺得你的薪子 又長那麼多嗎 所以這些經濟學家 民主黨都是精英的經濟學家 會說你看拜登處理得不錯啊 他的數字表現不錯啊 可是他沒有顧慮到 現在沒有中產階級了 因為在這麼物價這麼高 中產階級 其實美國的中產階級 大概像我們這邊的比較類似中低 因為他已經就是沒有辦法 是往貧窮那一面靠攏 對啊 因為他賺得再多 睡覺完了 然後你物價這麼高 對不對 然後不只是這樣子 然後你住在大都市的人發現說治安也不好了 對不對 比如說他們現在 我們常常看到新聞說搶劫 因為進步價值 比較那個輕罪 對不對 偷竊的東西 如果是多少美金以下 對不對 像那個賀錦麗他的加州 他當檢查總長的時候 就是九百五十塊以下 就不把他們關起來 所以到處就搶劫 對 那是不是有種憤怒感 所以那憤怒的時候 一般人民不會理性的投票 憤怒的時候要找個發洩點 川普最聰明就找 你看外來移民搶走你的工作 台積電搶走你的工作 是不是 他就繼續打非法移民 馬上直擊人心 像紐約那些大飯店 他們拿去接待非法移民 是不是 那你在街上流浪漢 他會有個很嚴重的剝奪感 我覺得這一次 這一次的最大的消息是 川普已經搶到了民主黨 在都會區的票 這是以前 就像剛剛廷豪所分析的 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的現象 因為都會區絕大部分 都是民主黨的 但是現在都會區發現 我的治安也不好 我生活這麼貴 是 所以開始轉向 還有少數移民 這一點也很奇怪 少數移民通常都是選給民主黨 但是他們太過強調進步價值 也有關係 這一次他們好像在這個少數移民的部分 也沒有占到便宜 沒有 尤其是拉丁裔 拉丁裔有很多開始轉向 因為他們你知道這些移民來到美國 很辛苦的生活 繳稅 他們希望日子過得好 可是發現他們繳的稅 你來就是給這些非法移民進來了 他就可以好 免費的拿到一些錢 然後呢 你還捐助烏克蘭捐這麼多 對不對 這些其實對於很多少數 就是說少數的族裔 他是不OK的 還有太過進步的價值 譬如說變性的這些問題 跨性別的 這些問題 對於很多比較注重傳統價值 像亞裔 還有拉丁裔 都不是可以認可的 所以這一次民主黨的 他以為強調民主價值 找一些大明星來 其實呢 沒有辦法撐起來 感覺好像是他們的同溫層 對 就是一個bubble 沒有加分的效果 對對對 大大 大家大家活在他們自己的 這一個泡泡裡頭 而沒有真正去接觸到 一般人民到底什麼 尤其賀錦麗 不好意思 我必須說 他在經濟議題上 他什麼也沒講啊 對不對 被問到了 講不出來 那移民 那更糟 因為拜登叫他去處理移民問題 他也沒處理好 對 所以這兩個問題都凸顯了 為什麼這一次 民主黨會輸得這麼慘 然後紅色海嘯來襲 那其中一定要提一個人 幫了大忙 如果說 如果說川普是最贏的那個第一名 第二名是誰 是馬斯克 馬斯克 你看他PO了這麼多照片 哇 好得意喔 晚上你看這個選舉之夜 跟他在一起 然後又PO說 你看我們這個 好像家人一樣 對 他已經成為川普家族的一員 川普的家庭大合照裡面 竟然還可以看到馬斯克 所以馬斯克對他來講 已經是家人了 對 因為馬斯克這一次 現在細節我們才知道 原來馬斯克是這一次幫助川普擊敗關鍵中一個非常主要的人物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一些陸續我覺得他是天才 你知道嗎 他自己成立了這個政治行動委員會對不對 他一億多美金這樣投進去對不對 結果你知道他做些什麼事 他做地面部隊 他就叫他的下面的就是這些人去敲門 他敲了一千多萬戶門 然後他在賓州敲了兩百多萬 你知道這很花錢 就是對 就叫人家說 什麼你要出來投票 然後他還去敲哪裡去敲邊遠地區 我跟你說馬斯克真的是超級聰明 因為邊遠地區的人 他雖然就是說 他是支持有點像支持川普 可是不方便投票對不對 他就去敲他們 硬要把他們拉出來投票 像我們剛剛講的 他提供他們車子 你知道馬斯克 因為他們要騎馬車對不對 對 有些人 說出來都是駕馬車 對對對 但他說沒關係 有些地方我給你車子 馬斯克做這些事情 現在他說的事情 我們現在看到以後 我們才說他是天才 然後不在籍投票 要給你QR Code 然後說你用QR Code 你就可以要求郵寄的投票到你 因為不在籍 就是他用了各式 我跟你講 我看到他很多的方便 原本大家可能想說 麻煩我不想去投的 結果他都幫他們解決這些問題 我看他怎麼幫助川普以後 真的覺得他是天才 然後他派兵一個州派一個當指揮官 哇 對 所以你看他這個投資報酬很大 他現在那個特斯拉 是 這個股價一漲 他回來了多少百倍啊 兩百倍的投資 我覺得科技巨頭他們比較沒有那麼強烈的意識形態 但是他們對於比如說未來的AI很多的 比如說我們看到馬斯克為什麼支持 因為他太空探索這些腦面的這個腦機的界面技術 這些他都希望鬆綁 因為共和黨是鬆綁的 deregulation 我們都知道民主黨就喜歡政府介入大政府 可是科技要發展 其實呢 是要很多的在法律上的鬆綁 馬斯克跟拜登政府就十幾項的這個東西 在吵來吵去 還在打官司 對不對 很多的事情他真的受不了了 所以這一次呢 他就是出來要挺共和黨 那你看有這麼多的科技巨頭 紛紛現在都是 我們以後怎麼可以合作啊 都是企圖希望川普在很多地方能夠呢 開綠燈 讓他們能夠從事未來一些 尤其是我覺得是在AI人工智能上面的發展 所以呢 這次川普上來好像很多科技巨頭還蠻高興 好 剛剛斑華姐在我們看到是在川普在這一次勝選呢 其實在先前就已經可以看到很多這個科技巨頭 他們的這個態度呢 跟過往是比較不同的 那在川普競選期間 大家比較關注的 當然就是他有幾次對台灣 甚至是我們的護國神山 台積電呢 有比較不友善的這樣的一個言論 我們請教育凱 所以昨天台積電 ADR呢可以說是下跌超過百分之一 在費半的大漲當中 他是逆勢收黑的 不過在今天台股 我們看到其實是後來大漲了快兩百點 而且台積電在今天也是黑反紅 是我覺得其實大家很擔心說川普當選他會不會很不利台灣不利台積電 所以原本意想說今天應該是大跌 可是其實沒有 但是我覺得這個可以從幾個方面我們來解析 首先第一點其實就長線來說我們台股還是跟美股做一些聯動的嘛 那昨天晚上美股有三大指數 通通是創歷史新高 台股當然也不會寂寞 所以這個第一個原因可以來解釋 今天台股為什麼會大漲一百九十點以上 第二個原因我們來看統計數據 其實大家不用說太有這種成見 因為我們看2012年以來 美國總統大選過後 其實這當中經歷了兩次的政黨輪替 而且不論是拜登也好 或者說最有爭議的川普 或者是歐巴馬 其實你會發現選後的一個月 三個月以及六個月上漲機率都是百分之一百 而且我們來看這個漲幅 拜登從選後一個月漲十一趴 三個月漲二十五趴 選後六個月漲三十八趴 表示說這個是一路向上的一個走勢 包含拜登也好 川普也好歐巴馬也好 都是一樣 都是一路往上漲 這樣一個態勢 川普第一次當總統的時候也是 對 就是說漲幅稍微少一點點 二點三趴 四點三趴到十二趴 可是其實在這半年當中 一路都是向上的 所以其實我們大概 從這個歷史的數據告訴我們說 選後的半年內 其實大概都會有一個行情可以去做把握 好 那先來解釋一下 為什麼川普大家很擔心他上漲 可是其實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剛剛我們已經討論過 其實中產階級現在慢慢消失 那以這個川普的政策來講 第一個他是保障 比較中下階層的人 再來他有利於所謂的富人 也就是這些企業主跟老闆們 對 因為減企業稅 其實在他上一次的任內 他已經大幅度的從三十幾趴 降到二十一趴 這一次他擬定要再從二十一趴降到 所謂的十五趴 其實很多華爾街的這些大佬 也是樂見其成 因為其實就會有利於財報的一個表現 那當然美股就有這個向上的一個力道 好 那再來我們看到這個台積電部分 台積電怎麼辦呢 那今天台積電之所以能夠大漲 其中一個部分原因是因為 知情人士透露 當然我們說這只是在傳 不能證實 就是說因為大家原本預期說 可能川普是比較不利於台積電的 他會有一些比較負面的印象 所以說現在拜登政府很積極的 想要在他的任期結束之前 去發放晶片法案的這個資金 好 那我們知道說四月份 其實台積電已經獲得六十六億美元的補助 還有五十億美元的一個貸款 用於建設這個鳳凰城的第三座半導體工廠 好 那當然格羅芳德 其實其他廠商也有獲得這個補助 可是其實在這個拜登的晶片法案 他總金額大概是三百九十億美元的補助 現在錢還沒有發完 對 那其實拜登政府 他是非常有意的希望去振興 美國國內的一個半導體產業 而且很怕川普上來之後就不認賬 所以晶片法案就把他廢掉 他很怕他把他砍掉 所以他希望說 我們趕快最後衝刺這兩個月期間 趕快發給你 所以說這個未經證實的消息 也激勵了今天台積電的股價 可是這邊我再做一點解釋 其實倒也不用擔心說 好像川普一上臺 就會對台積電大刀闊斧 其實不見得喔 因為其實在拜登選舉 在拜登跟川普 他們其實對打的這個期間 其實川普達到一個點 就是說在你的任內 有很嚴重的通膨問題 你如果來到八個百分點 那其實當然因為對手 哪個地方做得不好 你就可以痛達這個點嘛 所以其實川普他是一直主張說 我要抑制通膨 可是他忘記一件事情 其實台積電他本身是有話語權的一家公司 如果今天我不論給你取消補貼 或者增加關稅 又或者是強迫你再設廠 其實都會增加台積電的成本 那台積電我是一家技術 這麼領先的公司 你的美國公司也得靠我 輝達也得靠我 蘋果也得靠我 我依然可以把成本轉嫁出去 到最後這個成本會 到這個終端產品這邊 其實一樣會造成 通膨的問題再起來 所以其實我認為現在當然 選舉期間 我可以講一些選民愛聽的話 可是當我真正就職之後 我就必須要考慮很多的方方面面 可能就比較會稍微沒有那麼嚴厲 就要稍微幾年盛行一點點 不過要請教育凱 因為大家也擔心 那以後會不會一直要台積電到美國去設廠 因為一直到美國設廠的話 可能成本就拉高 而且先進製程的部分 到時候就大家也會擔心會不會變成美積電 因為才剛勝選 就傳出這個消息 美國的德州州長據說要來到台灣 那麼希望台積電也過去設廠 不會太快了 我覺得當然現在美國很希望拉攏台積電 因為他很希望說把這關鍵技術 尤其是先進製程留在美國本土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從這個方向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因為德州州長一行人 拜訪台灣 他說什麼 我會提供比亞利桑那州 更好的水電和補助條件 所以其實我是請你來 我不是強迫你來 你說當然美國這麼大 我們台灣有時候會有一些不得已 可是其實我們抛開所有的情緒下去想 現在到底是美國需要台積電 還是台積電需要美國 當然是美國需要台積電 今天我弄個一個不高興 如果我跑去跟你的對手合作 其實我相信川普最不樂見的一定是 我們投向中國大陸的懷抱 對那其實那美中差距就會很近很近 所以我覺得既然這是他不樂見的 台積電也不用想要這麼悲觀 其實從這兩天的一個手勢 昨天盤中即便是我們看到這個 川普聲勢已經上來了 台積電依然收紅 今天確認當選依然收紅 其實台積電真的不用太悲觀來看 好不過在這個時間點也傳出另外一個消息 就是這個揮答黃仁勳 現在要趕快切割掉美超委 因為美超委這個財報的爭議 那麼對台灣來說的話誰可以收匯呢 好的我們來看一下 受匯股呢那當然他剛剛繳出第三季的季報 其實已經來不及已經沒有用 因為他現在缺的是這個去年度的一個財報 去年度財報10月20號如果繳不出來的話 他就有可能要面臨下市的一個風險了 那繳出第三季季報繳出來成績也不好 因為其實在這個第三季跟第四季 都是差於市場預期的 EPS大約是持平的我覺得幫助不大 所以公布之後呢盤後再崩了15個百分點 而且這個波段已經跌的超過八成 非常的驚人 那這個時候我們當然看 美超委事件一定會有受害者 也就是他的這些上下游的相關廠商 對 因為其實接下來很難會有 就連輝達都跟他做切割了 這其實已經是一個信用問題 感覺上好像沒有辦法救了 對 所以一定會有廠商開始要跟你做切割 未來可能訂單不再想要下給你 所以其實比較緊密的合作夥伴 像是立台跟雙紅 其實最近股價的走勢 都不太漂亮 原本雙紅打個底準備要上去 最近有殺下來 是 就是這個原因 好 可是有受害一定會有受惠 受惠 對 我們來看這邊 其實現在當然 大家頂釘的就是GB200的一個出貨 好 最大供應者是鴻海 再來是廣達 第三就是美超委 那這個部分呢 有沒有可能美超委的訂單 轉到廣達跟鴻海呢 其實比較難 因為其實他們兩家也都是 產門接近蠻窄的一個狀況 對 所以他可能就會尋求 其實其他的一個供應者 但我們知道說 像技嘉跟音業達 就有機會來做一個受惠 那技嘉呢 除了有這個轉單的受惠題材之外 他同時也是雙題材的 因為其實現在川普當選嘛 我們知道說他當選 本來就比較有利於虛擬貨幣的發展 那技嘉是這個出了名的這個 我們挖礦概念股 所以我覺得說 位階也夠低 後續可以留意 那音業達的部分呢 他除了原本有這個轉單的 受惠概念之外 他原本在今年下半年 其實整個GB200出貨的動能 本身就很強 所以我們從營收 九月十月連續創下歷史金剛 就可以看得出來 明年度的這個EPS 應該有機會成長到一倍 所以我覺得這張股票位階也夠低 外流可以持續樂意 好 剛剛玉凱帶 我們看到是在台股的部分 不過現在市場也很擔憂 川普呢 接下來他當選美國總統了 那麼會不會有 推升通膨的一個風險 也會不會因此影響到 美國聯準會接下來 降息的一個步調 我們要請教巴勒 有可能放緩或是暫停降息嗎 我想降息這件事情 我想我們討論 我們分兩個階段來討論 在一個叫做 美國總統大選之前跟之後 在九月十八號 就是在宣布降息的時候 那種感覺像不像是說 我們在等跨年 在五四三二一放煙火了 結果一抬頭一看煙火呢 就是大家以為不是降息了嗎 對啊 那降息怎麼在當時跟總統大選 還沒有太大的關係 但是降息你怎麼債權不上 對 而且還跌 降息它不是一下子 它可能是好一陣子 所以說在初次降息的時候 在當時的利率值 像我們在九月十八號是這樣的量 在當時的狀況來講 這個降低的幅度其實還不是很夠 它是一個循環 它不是說馬上降息特效 所以說來講 對於是說以債券的一個 債券的一個特性來講的話 在初次降息來講 以金融史的角度來看 在初次降息的前面那個階段來講 債券的價格 它雖然不至於會像什麼煙火 就砰砰就一下子飄上去 但它通常反會是盤跌 或者是在盤整的情況之下 所以說在這段過程中你會發現說 明明都有降息 但是價格怎麼都不會做動作 因為這個在金融史上 這是很正常的 它必須要到某一種狀況 就是你的降息的預期感 覺得說應該還會再持續的往下降 或者是累積到一定的幅度 像在這邊 當然在價格往上漲 所以是因為 等於是大概市場上已經預期 就是說這個降息 會再持續往下降 比如說第一次可能是降了 比如說降了兩碼 再來說再降兩碼 等於是累積到1% 在這種情況之下來講 市場的利率 不管是殖利率跟費方瑞 它的一個落差感 出來之後來講的話 這個時候 價格上來幅度就會比較大 也等於是說 回到剛剛我們所舉的那個例子 雖然它晚了5秒鐘 但是你再等一下 那個煙火一定會放出來的 所以這是第一點 這個是在美國總統大選之前 在總統大選之後 大家擔心 就像剛剛前面 都說我提到過 必須有通膨的壓力 不過我在想說 應該說川普之所以勝選 跟他理由很多 他的主要的兩個主軸 一個代表說選了他之後 經濟會往上變好 第二個叫做 那個通膨一定會往下掉 因為等於是說 當川普當時在講 就是說對美國選民來講 你覺得最近這兩個人活得會比較快樂嗎 你會發現錢賺的不夠多 他就是物價越來越高 但是我們講說在經濟的層面上面來講 這兩件事情能不能夠同時都做得到 我會覺得可能這個執政之後 他必須思考一下 你有沒有可能就是在 以所謂的刺激經濟的這條路上 你如果不小心反而會增加了通膨 你反而會受到比較大的一個傷害 所以說我會覺得 他在推動經濟成長這個步調上面 方向是一樣的 但是問題是他的步調上面 會稍微去謹慎一點點 所以回到我們剛剛講到 就在聯準會的利率政策來講話 我會比較願意相信是說 他的利率政策他制定完之後 他比較不會走所謂的 我這一個月升 這個月降息 下個月就升息 然後又來一個降息 就是他如果忽升忽降 這個就比較不會像是 聯準會的一個慣性 所以我們還是願意相信說 目前大家市場上 可能會對這個降息的速度 會有一點點說會不會有點影響 會不會因為在未來的預期 可能會產生 可能因為經濟的刺激的政策 造成通膨的疑慮 所以說他降息會滿 我會覺得會受到一點點影響 但是應該還是會往同樣的方向前進 就是降息的這個趨勢 方向還是不變的 對就是他的頻率 他的強度或他的速度 有可能會有一點點 跟市場上原本的預期不太一樣 但是基本上方向還是一致的 也因為這樣子的一個預期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個人才會覺得是說 當不管是就是債券型的商品 當他到了一個合理的低檔來講的話 我反而會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好的 買進時間點 所以那長天期沒在ETF 這個時候就不用太擔心了嗎 還是有可以買進的標題 就等於是說今天我們在看那個 等於是說如果說我們剛剛看到 那個公債指數來講的話 公債指數以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假設以比較波段的 比如說以周線的角度來看的話 它已經到了一個相對合理的低檔的位置 那這個情況之下來講的話就是很多在9月18號 就以為價格會往上漲的 在這個價格修正的過程中 現在其實你可以考慮一下 就是說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在當時跟大家所分享的一個概念就是 你不要一把就全部壓進去 你也要做分批佈局的一個動作來講 以目前來講 我會覺得可以考慮做分批的佈局 那在分批佈局的標的上來講的話 我個人還是比較傾向是長天期的 因為長天期來講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當然這個叫做16.56跟16 存續期間的意思就是說 它的一個所謂的 禁止在隨著降息的過程中來講 它的一個上漲的倍數 或者是它的一個幅度會多大 當然這個數字會越來越好 而這種數字如果要大 基本上長天期的債券的ETF 會比較有機會 所以說以目前來講各位可以看得到 像這兩檔 其實會 巴勒比較推薦的 對 會偷出兩檔 一個是代表它的就是平均 平均有效的存續期間時間是夠長的 然後第二個它的所謂的殖利率 就是它殖利率坦白講說4%到5% 你如果要拿高股息的ETF來跟它比 你會覺得它好像不好 但事實上來講以債券型的商品來講 它能夠維持年化的殖利率到4%到5% 我們已經覺得它是不錯的一個標的了 所以說這個存續期間也要夠好 然後它的年化的殖利率也要還不錯 再來就是一個叫做所謂的 它的資產的規模 雖然是債券型的ETF 感覺好像比較不會有什麼地雷股 或幣值的壓力 但是規模要大一點 但是如果說它的規模很小來講的話 你就會有點擔心 還有另外一個我們還沒寫上來就是 因為這個是ETF 是可以在台股市場上去做交易的 它的交易流動性也不能太小 總不能講說今天這檔ETF 你看好它 但是一天假設成交只有5張 就你一個人買就可以了 所以說你也會去考慮到 這些因素之後 我覺得這兩檔的債券型的ETF 是我個人會比較喜歡的 再加上現在來講 隨著在這邊 這樣從9月18號開始 在做修正的過程中來講的話 無論是說從它的價值本身來講 還有就是說它的一個所謂的技術型態的 一個低檔的部位來講的話 我都會覺得它現在的位置 都還算是一個不錯的位置 如果可以逢低加碼來講的話 我會建議各位在一個比較適合的價位 做逢低布局來講的話 那個跨你的煙火晚了5秒 但是它還是會很慘 先請教威良 現在美國聯準會入市場的降息 一馬加上川普當選 所以激勵美國股市是 再度上演大漲的一個格局 可以看到灰打的市值 已經突破了3.6兆美元 不過現在大家比較關注的 就是在台積電的部分 認為接下來會不會被美國要求說 要把2奈米趕快提前到美國去生產 那麼今天也傳出說 台積電下個禮拜開始 他們就會斷供中國整個7奈米以下的晶片 它的影響會有多大 好那川普選上了總統 那基本上他說讓美國再次偉大 靠的是什麼呢 我個人覺得AI會讓美國再次偉大 AI 所以其實現在主導全世界AI發展的 當然就是美國這些科技巨頭 其中最近的市值寶座 其實非常精彩 因為灰打最近才剛寫下歷史新高 而且它的一個市值的部分 不僅是突破了自己 突破了蘋果 其實也創下地表以上最大的一個紀錄 來到3.65兆美元 所以這個這個算起來台幣這個規模 真的相當相當驚人 那其實當然灰打股價能夠上漲 就讓大家看到 其實整個AI的中長期趨勢 絕對沒有改變 那當然也激勵了台積電的ADR在美股 事實上昨天也大漲了4% 那值得一提的是 因為川普當選之後 其實台積電是先下殺的 但是昨天漲回去了 越過了這個所謂的川普防線了 所以看起來 應該是有那麼一點虛驚一場 可是真的是這樣子嗎 其實從最新的消息來看 據傳美國商務部 已經準備要對台積電開刀了 已經準備要開刀 不過台積電今天在台股 不是也收最高嗎 可能盤中 今天這個消息還沒有發酵 因為今天盤中的上漲 是因為昨天ADR先漲之後 把溢價幅度拉到超過兩成 所以就有利於這邊台積電補漲 或者說當然最近一些內支 也在默默的持續加碼台積電 可是我們觀察最近外資對於台積電 好像還是比較純觀望的態度 對 還是在觀望 我認為可能就是在觀察 川普當選之後 接下來會拿台積電開刀嗎 那我剛才提到商務部 其實現在就準備開第一槍了 因為據傳要禁止台積電 把7奈米以下的製程產品 全面禁止銷售到中國 那這個影響到底有多大 我算給大家聽 台積電7奈米目前佔它營收比重 大概是17% 那5奈米的部分32% 再來3奈米部分20% 所以所謂的7奈米以下 你要把它全部合計佔比高達69% 超過一半 對 所以其實等於這將近7成的業務 未來都不能銷售到中國去 而且很快下個禮拜就開始了 是 如果這個真的獲得確定的話 我覺得這個當然會衝擊到市場信心 那當然我想大家最關切的是 台積電如何回憶 這會不會是市場假消息呢 那根據我們的經驗 因為其實今天台積電 也立即果斷地做出了回應 那他說這件事情其實就是沒有一個 他的直接的評論 他並沒有去否認說 完全沒有這回事 只需烏有 所以他是不置可否 他只是說一切都會按照規定來走 所以這個有一些想像空間 可能性就好像有提高了一點 對 那我們必須說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首先下個禮拜市場的心裡面 情緒一定先受到影響 對 因為大家從選前 就一直在擔心 就是說川普一定會持續的去打台積電 然後希望對我們的半導體產業 來加徵關稅收保護費 對 當然他更希望是什麼呢 把我們的先進製程 尤其就是二奈米的部分 是整個供應鏈都搬到美國去 所以現在川普他的胃口是很大的 對 他不是只要台積電這個 皇冠上的鑽石 是我整串供應鏈全部要一起來 他不是要一顆珍珠而已 他整串都要拿過去 是 那當然他就希望是透過投資 來帶動美國當地的就業 而且能夠就近供應這些科技大廠 但我還沒說完的是 我覺得短線雖然台積電會受到一些 負面的消息或心裡面的衝擊 可是中長期大家也不用擔心 為什麼 我們還是要強調 因為畢竟台積電是有定價權的 對 技術領先的優勢就是放在那裡 任誰當總統都無法撼動 如果川普你真的要這麼硬 你要來加徵關稅 台積電的成本恐怕就要提高 對 提高之後 怎麼來維持自己的毛利率 其實就是把產品的價格也調高 他必須要轉嫁出去 轉嫁出去 那到最後是誰來買這些高科技的晶片 不就是美國的科技巨頭嗎 對 美國科技巨頭自己的成本也會提高 蘋果買單 揮答買單 溝通買單 所以到最後呢 川普這個政策假如真的落實的話 會是內商 再加上我覺得其實也不見得真的說 這個川普的目標就能夠如願 因為過去我們其實也明定了這政策 在我們國內的政策當中 不是說當然反對你不能到國外投資 但是你必須要保護我們的本土產業 所以至少到美國的投資跟台灣本土這邊 在製程部分你要有一個世代差距 明年台積電的2奈米才要量產 所以如果真的要到美國去投資2奈米 我覺得最快要2027年以後的事情了 那個時候我們可能又繼續的往下一個世代走了 所以還是會保持在有至少一個世代以上的差距 2027年也許川普也快卸任 這是一個重點 其實就算好了 未來這個四年的位置是他的沒錯 這也改變不了了 但是我們簡單回顧一下 在2017年1月川普正式上任 上一次他的任期在那四年當中 其實也沒有對台灣友善 也常常想要拿我們的半導體產業開刀 但問題是各位看 紅色這條線就是台積電的股價 藍色這條線是我們台灣的半導體類股指數 其實在那四年的期間 雖然是有一些震盪 這個過程你現在看可能不明顯 當時如果你放大到常常那個短線交易的時候 你也會覺得上下起伏很大 可是其實趨勢還是往上 往上對 台積電在這種政治壓力之下 它其實在2017年市值就一度超越intel了 後來進入大概有三年時間的纏鬥 然後到2020年之後 台積電的市值再一次的超過intel 然後再也沒有落後過了 現在已經一路拉開是一定有的十倍 然後到隔年2021年的時候 台積電市值再贏過三星 做上了半導體的市值王 接著就是在2023年的時候 台積電的營收成為全世界半導體公司的龍頭 所以從此它就奠定了 就是無論是市值或營收 都是全球半導體一哥的寶座 所以我認為台積電就如同我們之前分析的 我覺得這個三位數的價格恐怕快要成為絕響 以後越來越難看到 所以就算是川普當總統 你還是覺得不會影響到台積電的一個後市股價表現 對而且明年的獲利爆發力真的很強 而且還有2026年會更強 因此如果說明年台積電EPS能夠來到55元 後年能夠來挑戰70元的話 大家想想看台積電每漲一塊錢 貢獻指數40點 因此我認為雖然短線可能年底之前 大盤只能先試著來挑戰今年高點 但是時間如果拉長到明年底的話 或許兩萬八以上甚至來挑戰三萬點應該都不是夢 好不過我們要再請教薇良 剛剛我們提到這個輝達的這個市值3.6兆美元了 已經是這個冠全球了 在整個AI趨勢的帶動之下 現在到底還有沒有一些AI族群 它的股價在相對比較抵擋的呢 好AI講了一整年齁 但是AI的這個版圖好像也重新在洗牌 尤其是股價很明顯最近在漲的都是 比較屬於低位階補漲的 因為前面漲多的公司 第一個利多可能已經充分反應利多出鏡 第二個也可能上面開始有一些獲利了結 調節籌碼也會有套牢壓力 所以我們看最近幾檔 比較算是有代表性的指標股 大概都是屬於低檔剛開始發動 位階比較低的 對伺服器呢 當然呢 紅海廣達還是很重要 對 但是呢他們是慢慢漲 但是今天呢 可以看到像神達就漲停板 前兩天呢 營業台有漲停板 這個都是呢 在技術位階上 它打底的時間非常非常久 幾乎前幾個月都沒有漲到 ABF載本的部分呢 最壞的已經過去 那明年的預計 就是營業會開始好轉 那尤其是外資部分 對於新興明年的 其實獲利上檔的空間 是有蠻高的樂觀預期的 那當然就有機會帶動同出群的景碩 那倒軌的部分呢 川湖昨天是亮燈漲停板 因為法說會跟財報內容都非常好 只是今天稍微有一點的換手 那接著呢 南郡國際的部分也在墊高 最後呢 就算力中心的部分 這個算是整個廣義的洪家軍當中 正威因為下個禮拜 他的算力中心正式開始營運開幕了 那提早已經有買盤卡位演出慶祝行情 那也會帶動相關的算力股 洪益股 所以我們簡單看一下 其實K線的部分 大家都可以觀察 這是神達 欣欣跟正威 有沒有發現到簡單來說 一個共通點 都是軍艦休息了之後 才剛開始出量突破 所以我建議最近如果你擔心 行情可能還是會受到消息面的左右 波動影響的話 先優先考慮一些低位階的股票 來做選擇 好 剛為良大 我們看到是這個輝達的市值 現在已經來到三點六兆美元了 當然也帶動了整個AI的一個族群 現在低位階的個股 是有補漲的空間 但也很關注這個行情 還會一路好下去嗎 包括美國大選 還有在降息的部分嗎 我們請教指令 現在都已經抵定了 所以這個不確定的因素 都已經消除了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洪家軍 現在表現也是相當不錯 因為它有利多的加持 還有年底集團作帳 所以你覺得還會有 下一波的這個行情可以期待嗎 整個行情裡面 大家一定是最認同 就是所謂的AI題材 那鴻海集團 我認為有機會一路紅到封關 它最主要有這三個題材 到農曆年前嗎 因為今年農曆年比較早啊 大概是1月就過年了 所以其實大家好好衝刺一下這時候 好 那三個題材是什麼呢 我們先來跟大家講一下 台灣有兩大支柱 我都提到嘛 一個就是輝達一個是蘋果 那輝達GB200 11月份要出貨 我們上次講到 所以我說其實絕對不要悲觀 那根據法人的報告呢 鴻海這家公司 光是GB200 它就拿下了六成的訂單 另外的四成是廣達跟技嘉去拿到的 好 那再來這部分就是要出貨了 所以我說這個要出貨 你沒有這個理由在這時候悲觀的 那現在漲上來收盤新高已經是驗證了 那再來就是蘋果的加持 那外媒這邊有報導說 他開始要跟鴻海洽談所謂的 AI伺服器的一個製造規格 那主要是說他的AI功能已經上線了 那他自己有 他自己想要去建置的一個系統 所以當然目前來講 只有鴻海有這個能力製造 因為除了輝達的晶片 他沒有辦法製造之外 所有的零組件八成鴻海都可以做 所以一定是找鴻海 那再來就是說手機的部分 iPhone 16跟17大概整個明年的銷量 外資都是看好的 對 所以這方面等於說 基本面鴻海集團有這兩個的加持 再來就是選舉的因素 川普當選 那因為他倡導所謂的一個美國製造 過去的這個威斯康星州的部分 因為原先說要投資100億美金 感覺卡了好久 卡很久 而且被罵 而且也被對手拿出來 去指責他 揶揄他 但是呢 當時是因為環保的議題 所以這時候換川普當總統了 他又倡導美國製造 那是不是代表這些都會放寬 所以等於說 鴻海這三個題材的部分 非常有機會 那我們看一下盤勢上面的一個表現 昨天這個不確定一解除之後 我們其實發現到整個鴻海集團的表現 真的是非常的不錯 因為過去一個月是震盪嘛 那我們先看母公司 鴻海最近這個月已經漲了10% 今天是繼續漲 好那其他的一個族群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只要跟AI族群跟蘋果相關的族群 有關係的大概都漲得不錯 尤其鴻海大概漲了46% 這是今天還是繼續漲 很強勁 它是這個月最強的標股之一 那再來這個MS就是AI相關的 包括像健康富鼎這些 好那我們這邊的選股先跟大家講 既然要進入吹牛行情 最好營收公告了 什麼事情都沒有了 好所以這邊營收公告的 我們幫大家挑10月營收 是年增月增的 鴻海是月增年增 那我們看到紅純的部分 其實也是月增年增 那有些沒有公告的 大家都可以去做觀察 其實表現是不錯的 那我們今天就針對已經公告 來跟大家報告 像副頂的部分 它也是月增年增 以及3580的有微科 它也是呈現月增29% 年增54% 這是裡面數字是最亮眼的 所以我們其實直接來看股票的部分 那母公司鴻海來講的話 其實目前走勢都非常的穩定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的成交量 因為成交量是縮的 所以全資股量縮的話 大概代表籌碼是安定 所以不要追高 只要回來時日線 我個人是認為可以去佈局 那基本面方面的話 我們上次提到說 它有拿到NVlink的訂單 那這毛利率非常的高 包括iPhone16 我剛剛其實已經特別提過 所以指標股沒有問題 我們就陸續看一下 整個集團下面的一些公司 像副頂的部分 最近這個小型股已經開始 明顯出量漲上去了 真的欸 對它就是 就是其實價量是同步的 是啊 但是就是因為它漲比較多 乖離稍微大一點 大家可能不用那麼急 但是基本面來講的話 因為已經有切入所謂的一個 AI伺服器 包括我們上次提到 AI筆電的部分 它是做這個電源管理IC的 那因為這個都已經是股底庫存很低 對 很有機會往上 那公司的基本面獲利 營收也都非常好 所以如果有稍微靠近十字線 強勢股也覺得可以介入 那大家再看一下 紅損就是這個月最飆的股票 漲了四十六Percent 已經網路上都說 它即將要破百 那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 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下面的成交量 因為在選錢量非常的縮小 那基本上呢 它有做散熱 包括像這個散熱伺服器的那個機殼 基本上也都是紅損可以拿的 所以大家也都不妨可以參考十字均線 那有微科的話 大家也可以去特別注意 因為這股票是三角收斂 而且它的一個營收年增月增 也都是表現得非常好 它是做這個所謂的Cowars 那台積電的法術會 其實都已經提到 Cowars的產能 是一定要在持續性的倍增 那這個設備股 就會有非常大的機會這樣子 好 不過我們現在請教志玲 不管是吃到這個AI的訂單 或者是這個蘋果方面 很多的這個個股 包括我們的重量級全值股 台積電 鴻海或者是聯發科 大家會覺得說 股價已經漲得這麼貴了 那麼對一般民眾 如果說這個時候 在進場的話 就會覺得股價好貴 有沒有其他的一個方式 像是買相關的ETF 對 斐魚非常的貼心 幫這個小資族都想到了 所以收看精靈紅包來領 我們今天來跟大家講 紅包行情 因為這個台積電一千多塊 對 鴻海 聯發科 這個也都很貴 很多 鴻海也兩百多塊 所以我們非常貼心的幫大家找出 有機會的一個操作 什麼樣的機會呢 就是紅發GETF 因為剛剛我已經分析台積電 基本上明年都看好 是 那 聯發科的話是因為邊緣AI 明年會大爆發 那鴻海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所以這方面我們就來幫大家挑 什麼叫做紅發GETF 就是我們去挑前五大的成分股裡面 佔鴻海台積電的這個比重高的股票 我們先講第一檔 那因為投資朋友都很想要賺錢 所以我們今天送大家兩個想跟兩個要 兩個想 兩個要 來 如果你想要穩的 也許是比較保守 想要穩的 穩健就好 穩健就好 那這個紅發G比重大概是52% 就是權重來講我們台積電 紅海聯發科這檔00901這個ETF 它的紅發G比重大概是高達52% 那稍微比較平均的 所以它平均它的走勢就會比較穩 那另外的兩檔股票 台達電跟廣達其實也是AI的 所以你看好AI 然後這股票很親民啊 才22塊而已啊 所以你買了就可以直接擁有所謂的紅發G 他選的這個像台達電 它也是電子骨模翻身啊 其實本身也是相當穩健的 是 所以這個是你想要穩 那另外一個就是大家 大家想要爆紅 喜歡就是我就是要紅海 就是想爆紅 想爆紅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個紅發G裡面呢 它的紅海的持股比重 ETF我去研究它是最高的 這個ETF是00881 所以如果你是非常看好紅海集團 我想要紅海比重高一點 那你就選這個想爆紅的這一檔00881 那看大家買一買會不會變爆紅 你看股價也非常親民啊 25塊而已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去做參與 那它紅發G比重大概是57.77% 有比較高 稍微高一點點 就是你比較看好紅海的 那你就可以選擇這一檔 好那另外大家都想要賺錢 所以你要再更激情一點 我們就大家送這個要激情 要激情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剛剛聽到威良說 明年台積電非常好 對 我就是要台積電 好那你就選這一支 叫做0052 好剛剛志玲但我們看到呢 如果說擔心接下來這個行情 還是難免會有波動的話呢 去買相關的ETF 或許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但川普呢當選美國總統 大家也很關注 除了在股市方面的這個影響之外 對於台灣的房市 會不會也跟著受到影響呢 有學者覺得說 我們要請教葉總 這個川普啊如果說這個要求台積電呢 以後減少在台灣設廠 多多到美國去設廠 那在台積電的一個部分 如果減少在台灣設廠 那麼台灣的房市會不會因此也被影響 應該影響沒有那麼大 首先呢因為川普 我覺得川普是一個商人 他講話其實很值得參考 參考的是他未來他需要 就是大家來argue 所以他創造了籌碼 事實上台積電呢這個 他重返執政之後 各位過去我們有這個專業的 董事長跟老闆統計的機構 統計就過去大概十次的美國大選之後 的接下來到當選到的第一季第二季 這段時間基本上股市 都是上漲了八次到九次 給大家參考這個 這個完全的數據在呈現 所以其實當選完 我記得我他選選在開票的時候 我本來是跟他想這個笑了 對 看會怎麼樣 可是他一旦我知道說選上的時候 我一定是他的換鐵的 我我立刻立場就改變了 我一定是他換鐵兄弟啊 他商人上來應該沒有那麼差 他一定會顧好全面的東西 你看所有當天的股市跟隔天台灣股市 全部都是上漲 對 就是連續漲兩天了 對 所以很顯然是大家不喜歡他 可是他並不一定會帶來 所謂的股票市場 或經濟市場的一個下跌 不一定是帶來災難喔 是的 是的 所以他重返執政的台積電會不會跳水 台積載會不會跳水 我想這個部分呢 我們看看喔 這個景文科大財經系的那個教授 張定軒他說 台灣以經貿為主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台灣在川普政策 經濟表現會下滑 那台灣的房市發展堪憂 這句話其實我打一個問號 就過去美國的房市 大概漲了兩三倍 甚至兩三倍 不到兩三倍 但是他的那個漲了一倍多 可是他的貸款利率呢 從兩三趴漲到七趴多 台灣在這個過程裡面 因為房市上漲 台灣的利率漲不到零點五趴嘛 對 這種過程裡面 美國的房市 就算升息利率還是很低啊 對 也就是說這段過程 美國的房市的發展 跟台灣的房市的發展 對 會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嘛 沒有關係 台灣房市的發展可能跟這個 央行的金融海銷比較有關係 那四年當中 你能看到這裡所謂的 所謂的行政區 就是所謂台積電存在的 或者是要設廠的這些地方 比如說龍潭區 龍潭區就從十五萬漲到二十萬 雖然最後沒有去 可是呢 光消息面就讓它可以漲 對 就大漲了 對 那你看寶山 寶山從十二萬八到翻倍 各位知道寶山是什麼意思嗎 現在的那個最大廠 你從高速公路 新竹的那個香山交流道 跟新竹系統交流道 一交界一轉出來以後 你發現右手邊怎麼那麼大 半夜都在施工 超大 那是誰 不好意思就是我們台積電的幾奈米 是二奈米還是三奈米 就那個廠 寶山箱就在這裡 你看它房價漲多少 漲一百三十五趴 嚇死人了 那東區呢 東區反而是在市區裡面 漲幅反正沒有那麼高 可是你看看這個苗栗縣的這個竹南 台積電設了什麼 封裝嘛 對 對不對 你看它漲了六十趴 所以我們從以上這來看 當然台南的這個新市 新市是一百四十四趴 各位知道新市在哪裡嗎 就是台南科學園區 是 南邊叫新市 它的北邊叫上化 那你看 北邊的上化 漲多少 六十六趴 它南邊的新市漲一百四十四趴 台中大亞也都漲 這漲了兩成以上 所以這些地方呢 其實未來台積電在台灣的投資 跟這個所謂的投入 還有他們的獲利 也不會降低了 所以這些地方呢 我只能講 現在是因為受到金融海嘯的控制 讓它的量先掉下來 可是價格是不是一定同時掉下來 我們還抱持一個很大的問號 各位不要隨便相信這件事情 那當然同時我們也看到說 這個我們新展銀行的這個資產經濟學家 馬鐵已經說 那中國會增關稅加速台資回流 這一點當然過去都已經完成 是這樣子了 可是海商回流 各位看到現在中國大陸的這個經濟 跟它的投資是相對弱的 可是我們看到其實 我們現在都出國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要拉一個什麼 行李箱 行李箱 對 我最大行李箱這個 這個客戶跟朋友 你看他早就從大陸測出來了 四年前 他測到哪 他就測到 他不是測到 除了越南可以測以外 泰國可以測 其實他們都已經測出來了 可是他們對台灣有沒有加速投資 有 同樣道理也有投資 所以呢 我們看看其實川普當選對台灣方式 真的會產生那麼大的影響嗎 不一定 可是資金的回流跟 跟經濟發展的機會是相對也是存在多的 所以呢 我們來看看 金融海嘯帶來的是什麼呢 帶來這個影響 各位我先講結論 最近呢 剛剛喔 一禮拜說 欸 那種 有夠慘的 我說是怎麼慘 我以前我們店 一禮拜 待看三十組 現在一禮拜 剩十組 什麼意思 你們店幾個人 我們店十五個人 十組不是一個人沒有一組嗎 剩下三分之一 掉好多喔 其他的支毛線嘛 支毛線 打電動啦 現在 然後 那就沒有沒有問題是 那 OK 另外一個更慘 我很認真 我這個呢 九月跟十月 總共收了七個斡旋 什麼叫斡旋 就是我看喜歡這個房子 我就下斡旋去談 先下斡旋 對去談價格 那這個經紀人呢 就東也收 西也收 這個A也收 B也收 總共收了七個對不對 以前這樣子 至少五個會成交 對不對 兩個月五件成交也不錯啊 對不對 不好意思 現在是收七個退七個 都沒有成交啊 你是買方 你現在付了斡旋 你是用你會加價 還是會叫屋主降價 當然是降價啊 那屋主又不降價怎麼辦 屋主也吸收 所以就沒有 屋主不降價 你說現在都沒有買方 我為什麼要加價 我就撐在那裡 老良跟你拼了 所以你也不會動 可是屋主說你想趁機會趁火打結 免談 你祖母跟你拼 所以就這樣卡住 所以現在最慘的是誰呢 最慘的就是業者嘛 對耶 各位知道消費者要的是價 可是業者要的是量嘛 不管是中介也好 建商也好 現在沒辦法成交 所以沒辦法成交 所以這件事情呢 反而會帶來比較多的 這個盤整的機會 因為分析是這麼多嘛 量先價行對不對 量沒有了 那價怎麼辦啊 房子也是這樣 不只台股這樣 對 所以價格會盤整 因為房地產跟股票不太一樣 房地產它盤整的時候 它就會分區域 分產品 分價格 會做不同的修正 所以這一點反而是消費者要花更多時間去了解 然後來保住自己荷包 也非常重要的關鍵 所以央行在打炒房之後 的確在現在屋主吸收 但是買方又不加價 情況之下成交量掉下來 但價格好像還蠻高 很多人覺得如果說我要撿便宜 就跑去買這個工業宅 不過我們要請教業總 現在就有這樣一個案例喔 他買了工業宅之後 買了租金去竟然不敢開窗 而且呢之後要賣 竟然三年都賣不掉 到底怎麼回事啊 所謂的工業宅必然就是所謂這個地塊 它的土地就屬於工業用地嘛 那工業用地呢 它的管制相對的這個容積率比較高一點 所以有很多地方呢 他就蓋了很多 各位喔 以前工業宅我們一聽 工業宅有差嗎 也是房子啊 因為其實還蠻多 而且在很多地方啊 譬如說我隨便舉例子 我沒有意思要打壓喔 我隨便講喔 新店各位知道家樂福在哪裡 很大那一個 大家都知道吧 在寶橋路上那一個 你知道他旁邊有很多工業宅嗎 你不要看那麼多大樓 每一間都是住宅 他就是有工業宅 可是你就是不知道 你就當成這間賣五六十萬 他只有四十九萬 好啊 就給他買下去 對 想說為什麼這麼便宜 其實他就是工業宅 因為他相對於周邊的房子相對很便宜 可是當你買下去之後 你會發現說 我要賣 這裡就有一個在臉書上抱怨嘛 我要賣賣賣賣 怎麼賣了三年 賣的四家重建公司都賣不掉 為什麼 因為工業宅要賣就是很困難 首先的困難在哪裡呢 首先呢 一般的房子 我們可以貸七成八成對不對 他能貸多少 央行如果說 新清安貸款想要給你八成 然後給你寬限期五年 然後放貸四十年的 還款期四十年 不好意思工業宅都沒辦法用 這些都不適用在工業宅 對啊 所以當這個時候出現的時候 你也不可以拿 也不可以拿 對不對 不是馬沙拉蒂 所以他頭期款就要準備多一點了 當然 所以他頭期款準備多 你想想看嘛 現在想要擠出自備款 都很不容易了 還要多一點 怎麼可能 工業宅呢 你知道他要有電梯 他要有工業廠工業電梯 還有雙電 雙樓梯 還有走道這些有的沒有的 這些加起來 他的公設也是高達四十幾趴 所以這樣的頻數 公設反而是高的 所以他幾個的 不管噪音大 貸款層數低或者空氣品質 公設比高 電費高 轉手目標更難賣 這樣的情況 這種房子呢 在大漲的時候 他漲不起來的 是 所以是這樣子 OK 所以如果像現在這樣子 很多人因為祭出了這個 第七破的信用管制之後呢 其實很多房子 開始就變成進入到法拍 為什麼進入法拍 因為他的寬限期先到期了 那現在遇到這樣子 又賣不掉對不對 他開始要繳本金 他怎麼辦 他又不是一次買一戶 繳不出來 對 他就是央行金融獎的 我要給這些投資客 一個教訓是不是 對 一個教訓 你們買了那麼多 你繳不出來 就進入法拍 可是呢 因為大家看到說 有可能更便宜 我為什麼進去拍 所以你價格如果沒有進入到 非常甜蜜甜蜜的甜蜜點 就沒有人會去減 所以這樣的情況 接下來會越來越多 要留意 所以像這樣的法拍市場 也都會連帶被影響 是的 好另外我們再來關注 剛剛有提到這個台積電 設廠的感覺上變成是 房價上漲的一個保證了 我們要請教這個馮總監 台積電也有到日本的熊本去設廠 像他的住宅 台積電的這些熊本廠的周邊的這個房價 好像也因此也都被帶動起來 台積電不只是我們台灣的護國神山 現在是護房神山 現在我們看到台積電到熊本進行設廠 現在如果你去熊本的話 你真的覺得熊本非常熱鬧 人非常的多 看房買房的人非常的多 而且在路邊 你隨時都可以看到有人在看土地 拍土地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其實熊本的一個狀況 大概有三個方向可以值得參考 第一個就在租房的部分 其實是持續的一個上漲 第二個在土地的部分也是持續的上漲 第三個在買房的部分也是持續的一個上漲 等一下來跟大家分析 為什麼有這麼大的一個需求 跟上漲的一個潛力 主要還是來自於等需求的一個增加 給大家看一個數字就是說 2023年熊本線外國人口成長是24.1% 也就表示說熊本這個地方其實並不大 但是外國人口最近來的人數 真的是非常的多 有20幾個Percent都是來自於國外 那20幾趴的外國人裡面 其中台灣人佔了多少 33.6% 是整個比重是最高的 哇三分之一了 就是因為台積電設廠的一個效應 而且熊本還有一個所謂的高度人才簽證 簡單來講就是高等人才的簽證 發給這樣的一個人數 台灣也佔了269人佔日本的第二 你就知道說台積電帶來的一個效應有多大 那我們剛剛講說熊本的房地產大概可以分成三個面向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租房的一個部分 我們看日本的一個新聞的一個報導說 台積電設廠的橘洋丁跟大金丁 我們先來看一下地圖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熊本廠是在什麼地方 台積電熊本廠在這個地方 那這紅色框起來的地方就是橘洋丁 那橘洋丁右邊這個地方就是另外一個丁叫做大金丁 這個丁是日本的一個行政區域 簡單來說就是在縣底下的一個行政區的一個名字 相當於我們的一個鎮的意思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你會發現到說 橘洋丁跟大金丁這兩個地方 因為距離台積電的熊本廠非常的一個近 所以光是租金的一個部分 單身者出租公寓的平均租金就上漲了20%到30% 連租房子都變貴了 真的 所以特別是這個橘洋丁跟這個大金丁上漲的幅度還更高 但就是因為台積電佔了一個地利之變 那另外來講就是我們租房的一個部分 大家要知道就是說台積電 大概每個月是補助台積電的員工是15萬的這個租金 15萬日幣大概是合台幣3萬多塊 這個租金效應補貼效應 就是讓整個熊本的一個租金持續的一個上漲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地價的一個部分也是 我們剛剛講的大金跟橘洋這兩個地方 這個排行是全日本 整個日本上漲最多的這些鎮 那這裡面上漲最多的第一名是誰 就是熊本的這個大金丁的部分也漲了33.2 那橘洋丁的部分也漲了30.8 這兩個就是包辦了前兩名 也就是因為台積電的一個設廠的一個效應 那麼第三個我們來看房產的部分 現在房產的部分其實我們看到 因為租金漲了這麼多 雖然說台積電有補助 可是呢大家如果有去看一下就是說日本的所謂的租金報酬率 你就發現相對來講是比較高的 台灣的租金報酬率差不多是2% 台灣租金報酬率並不高 因為房價非常的貴 對 但是呢日本因為房價不算太貴 所以呢它一個租金報酬率反而比較高 大概7-8% 所以呢大家就覺得我與其要租的話那不如買了 特別是有四口之家的人 有家庭的人 所以很多台積電的這個員工有家庭的人 他們都比較傾向買房是比較多 而且他們一開始就指明要怎麼樣 要一元豪宅 聽起來就覺得很可怕 不是台幣啦是日幣啦 如果是一日元的話也和台幣才多少 兩千萬啊 其實也還可以 兩千萬其實可以在熊本買到一個很好的透天錯 但是兩千萬可以在台北市買到什麼呢 非常小的房子 非常非常小的房子差非常的多 所以這個狀況來講就讓整個房地產的部分 就是非常的一個蓬勃發展 那為什麼呢這讓熊本的房地產蓬勃發展 我們要除了需求之外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整個來講大家覺得這個租不如買 那麼第二個效應在哪邊呢 就是因為最近這一段時間呢 其實日幣是貶的非常的多 尤其這個在知道川普當選 就在選上美國總統之後 這個日元就開始貶值 現在呢已經逼近155了 我們要請教馮總 今天有可能一路貶下去 甚至貶到160嗎 對其實上一次日元突破150的時候 我就建議大家有這個換匯需求可以開始換 我自己最近最近在看 其實我都換到甜蜜點了 已經可以換到0.21以下 都是0.20幾這樣的一個價位 真的是非常的甜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日元的一個價位 上一次的低點也就是在160的附近 大概是這個位置 後來呢就一路的升值到差不多139 現在呢又一路貶貶到了154 所以呢來來回回這一段呢 其實日幣已經對美元貶值了 差不多十幾個Percent 算是相當的多 這引起了日本的很緊張 為什麼呢 因為呢他們認為說 川普贏得總統大選 因為川普希望說美元強勢嘛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呢 會讓日本呢面對更多的一個不確定性 如果再持續貶到這個160多一個位置的話 有可能會成為日央開始升級的一個門檻 那麼日央呢現在已經開始有一些暗示了 為什麼有一些暗示 因為上一次呢在這個 上一次在所謂的就是升級的一個時候呢 其實沒有給大家太多的一個準備 所以造成市場的一個恐慌 所以現在來講有給大家一個暗示 就是在明年的3月的財政年度結束之前呢 大概會開始進行升級 而且呢會進行6個月一次升級這樣的一個速度 所以有可能會進入升級循環 對沒錯那另外我們看一下就是說 日本9月的基本工資呢是年增2.6% 創31年的一個新高 那很多的外資都認為說說 日銀有可能最快下個月會再度升級 但是我個人覺得應該不會啦 我覺得應該會到這個明年的1月份以後 會比較有可能 因為現在日本的內閣都還沒有確定 在這種情況之下貿然升級的確不太好 另外來講的話就是說 根據路透的一個調查顯示 有超過5成的日本企業呢 打算要加薪至少33%以上 那我想這些薪資的成長都是日央日後決定 要不要升級 有可能就會升級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條件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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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